近日,陈燕熙分享了自己到瑞士度假的画面 还拍视频带着大家看风景 没想到同行的还有儿子小星星 不得不说,她是一位顾家的好母亲 当天陈燕熙大方分享了母子俩的同框度假照 她和儿子一起划划车 一边划,一边欣赏沿途的风景 视频中的小星星一直在开心哼歌 陈燕熙一会儿靠在儿子的头顶 一会儿又对着镜头甜笑 露出两颗很美的礼窝,心情明媚 小星星的发型好酷 期间,陈燕熙还是一儿子看镜头打招呼 宝贝对着镜头嗨 小星星立马转过头来和妈妈一起说嗨 声音奶乎乎的,十分可爱 小家伙戴着黑色墨镜,五官秀气 颜值相当在线 换个角度,小星星的颜值也惊住了拍摄 陈燕熙开心得像朵花似的 网友们直呼,孩子长得太像爸爸了 尤其是笑起来的时候,和陈小一模一样 对比小星星和陈小的童年照 父子俩的脸型和嘴唇的弧度都一模一样 陈燕熙还曾分享过儿子戴着墨镜和皮衣的萌照 和陈小相似度也相当高 陈小一度被大赞为古装天花板 颜值之高是获得观众公认的 想要嫁给陈小的女生一定有很多 而陈燕熙不仅嫁给了陈小 还生了一个小陈小 这么帅气的陈小她拥有两个 是谁羡慕了我不说 陈燕熙曾说和陈小生二胎是进化之中的事情 但是她比陈小年长四五岁 如今已经四十岁 再不抓紧时间 恐怕要孩子的几率会越来越低 今年陈燕熙庆祝四十岁的生日的时候 陈小也罕见现身派对 要知道她的剧本邀约不断 拍戏工作非常忙碌 难得抽空给老婆庆生 一家三口一起手握着手切蛋糕 画面非常为心 陈燕熙婚后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陪伴孩子上 很少拍戏 最近这一两年陈燕熙晒娃的频率尤其高 小星星曝光的频率也越来越高 母子俩或是去户外度假 回归大自然 或者是一起去迪士尼打卡 不难看出 小星星的童年是非常温馨和欢乐的 今年年初 还有不少网友偶遇了陈小抱着儿子 一起打卡动员 陈燕熙曾说 如果自己和陈小不是公众人物的话 会更经常带孩子去旅行 当别人都在屡屡造谣陈小陈燕熙离婚时 两位当事人都不懈搭理 只管过好自己的生活 因为这些谣言并不会影响他们的幸福 陈小与陈燕熙因戏结缘 虽然出演《小龙女》一角 让陈燕熙遭受非议 人送外号小龙包 但陈燕熙并不后悔拍了新版的神雕侠侣 若非这样 陈燕熙也就遇不到自己心仪的陈小了 应该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当年陈小与陈燕熙在婚礼上上演了《投杀吻》一幕 至今被奉为经典 婚后不久 俩人也很快迎来爱情的结晶 过去的几年里 陈燕熙为了家庭、孩子 暂别自己的事业 直到去年才慢慢复工 家里有了陈燕熙作为坚强的后盾 陈小才能毫无负担地去发展他自己的事业 陈小这两年打下的江山 背后少不了陈燕熙的支持 每一对明星夫妻婚后都免不了被害笑话 加上这几年离婚的明星夫妻越来越多 因此陈燕熙与陈小也没少被诟病 屡屡传出婚姻危机 不过每一次 他们都是用行动来击破谣言 总说陈燕熙配不上陈小的那些人 怕是不知道 年轻时候的陈燕熙 追他的人 估计也跟张雨琪一样要排到法国去了 陈小是出身公务员家庭 家庭观念非常传统 也有点大男子主义 陈小一直喜欢清纯的 偏圆脸的类型 而陈燕熙一直给人的感觉 十分清纯不说 更是因为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女孩 而成为大众心目中的初恋女神 不仅如此 陈燕熙的家庭条件 和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学历 都符合陈小家庭的要求 因此在陈燕熙怀孕后 陈小与陈燕熙便领证结婚了 明星夫妻结婚后的生活 有人喜欢频频秀恩爱 也有人选择低调过日子 大多数8090后演员 恋爱的时候甜甜蜜蜜 结婚后反而不再在大众面前合体 陈小跟陈燕熙就是如此 不过自从陈燕熙参加了 乘风破浪的姐姐之后 跟陈小的联系似乎也越来越甜蜜了 近日这对夫妻久违合体 罕见秀恩爱 不仅一起出现在了机场 而且还拍摄了有趣的壁东视频 让网友们吃了一波好狗粮 隔着屏幕都可以感受到 他们之间的那种美好跟温馨 虽然两人婚前相当甜蜜 更育有儿子小星星 然而婚后却有不少网友 非常不看好这对姐弟恋 也有许多粉丝不满偶像英年早婚 认为陈燕熙配不上陈小 两人婚后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 甚至经常传出陈小眼睛无光等婚变传闻 也让两人在经营婚姻上面对了更多难题 陈小今年与刘亦菲搭档主演的孟华路广惑好评 她的好演技更被网友大赞 眼神会拉丝 她更透露 这应该是她出道以来拍过最多次吻戏的作品 播出期间 就连羡慕陈燕熙的词条也登上热搜 两人的爱情故事也再度成为话题 虽然陈小陈燕熙婚后相当低调 也鲜少善恩爱 进而传出婚变传闻 但两人依旧会在情人节 或是双方生日时甜蜜送上祝福 陈燕熙更表示 每天都是情人节 真夫妻的幸福甜淡 或许本就不须昭告天下 将日子过好就是最大的幸福 其实艺人的感情只有当事人才懂 婚后选择低调过日子 夫妻俩也有吵架的时候 有的时候他们因为情绪被拍 却不能代表着他们就感情不好 不再秀恩爱 也不意味着他们时间级没有了爱情 大部分8090后的艺人 结婚后也都希望自己跟普通人一样生活 唐燕、罗进、刘诗诗跟吴奇隆等等 其实都很少秀恩爱 但他们却一直甜甜蜜蜜 家庭美满 陈小陈燕熙在一起那么多年 孩子也都五岁了 而且也一直都没有非手 这爱情怎么可能是大家说没就没有了的呢 所以大家也别过度揣测艺人的生活 或许人家夫妻本来就很恩爱 就因为外界的一些猜测而有了矛盾跟猜忌呢 关注艺人 关注作品才是重要的 生活有的时候 只是让人们看到真实的他们 而不能成为外界左右他们的焦点 此前陈燕熙跟陈小两人出席活动脸上都没有笑容 加上陈小因为转型的联系 形象变化明显 外界就开始觉得结婚后的陈小眼睛里没有了星星 没有了光亮 于是便觉得是跟陈燕熙结婚不幸福 但现在看来 陈燕熙陈小结婚五年 这幸福感还是那么慢 直接击碎了之前的一些不实传闻 要说真的不爱了的话 娱乐圈的明星多半都会选择分手 陈小跟陈燕熙一直都好好的 感情自然也不可能跟外界揣度的那样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赞订阅转发